欢迎来到照理说事 经常看美国电影电视剧的朋友都知道 在美国的法院 很多时候 法官不是审判的主导者 最终有决定权的是陪审团 而陪审团是怎么选出来的呢 几乎完全没有任何外在性的要求 就是当地的老百姓凭抽签选出来的 我们以前的节目对这种陪审团制度就做过介绍 我们也说 这种陪审团制度 实际上也就是经由陪审员 把司法审判这个最终权力交给全体老百姓 甚至我们以前也说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退休之后 都一度差一点就要成为陪审员 以一个前总统之尊 充当一个普通老百姓干的陪审员 为什么要这样 他这么做 也就是向世人彰显 美国的法律是多么公正 而我国 大家清楚 我国是个大陆法系国家 几乎所有的审判都是法官主导的 这一点跟德国法国也是一样的 但是大家不要忘了 其实我国是有陪审员制度的 我国一直也是有着人民陪审员的 只不过过往几十年 很多人都觉得人民陪审员 似乎只是一个幌子 只是一个摆设 但是我跟大家讲 正在修订的关于人民陪审员的相关法律 已经要让这个摆设成为真正的审判员了 未来的人民陪审员怎么选择 我跟大家讲 几乎也会跟美国一样采用抽签制 只要你是法庭当地的老百姓 年认够了 学历高中就可以 没有受过相关的刑事处罚 不是相关法律工作者 跟原告被告也没有什么直接利害关系 你就有可能成为人民陪审员 而且正在修订的法律会规定 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组成的合议厅中 未来人民陪审员的权力和法官是一样的 大家未来要投票决定 这样一个案子怎么判 当然了 如果人民陪审员法律常识不足的话 在法律常识和适用法律方面 还是由法官来主导的 为什么我国也要搞人民陪审员制度 因为大家都说 司法是整个国家政治的最后良心 司法的清不清廉 公不公正 甚至透不透明 也直接影响了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信心 很多案件 尤其是一些社会上影响比较大 舆论推的比较广的案件 很多老百姓都觉得 只有法院系统黑箱操作给出来的判决 恐怕是不能服人心的 所以在这样一些重大案件上 我们引入人民陪审员 完全随机抽签决定的人民陪审员 来共同参与到法庭审判中 这是一个让民间的舆论和法院 直接相勾连的过程 这也是向全体老百姓展示 司法是如何透明公正清廉的 判每一个案件的过程 为什么我们很少听到 对于美国法院不公正的制服 为什么美国法院判决之后 顶多是上诉 很少听到一些上访啊 追打法官这样的事情 就是因为 美国这套陪审员制度 已经让美国老百姓相信 随机挑选出来的十几个人 你是无法一一收买的 而我国正在推行这个人民陪审员制度 也是要告诉老百姓 未来的审判可不是法官一个人做出的 是由法官加上人民陪审员的三个人 或者七个人的合议厅 共同投票做出来的 这样也确实能大大减少司法腐败的存在 所以未来啊 我们真心希望每一个中国公民 都能有机会去当一把人民陪审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